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下面呢有怎么去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注意事项 这一共三张纸 我们定的是下午2点的场子 因为它要限流所以的话每天会分4个场子可以进 分别是10点12点下午2点下午4点 我们需要在2点之后的30分钟之内要入场 要不然就下午4点了 现在我们到这个灯户站做小田极限 到了这之后呢 等候就有这个多来一梦的百速车 我们可以跟着百速车就一块去到那个童子半熊的博物馆了 1933年的12月1号 童子F半熊出生在了富山县的高刚市 那在小学的时候呢 他就和转校生安孙子肃熊就相识了 他们两个人呢都非常的崇拜 首种志崇先生 所以呢他们一起开始画漫画投稿 为了争当这个职业的漫画家 藤本宏和安孙子一起就来到了东京 从那会呢他开始使用自己的笔名 藤子F不二熊 1961年的时候 藤子F不二熊搬家到了川崎市之后 孕育出了小鬼扣太郎啊 小超人啊 齐天烈大百科 好多作品 当然了也有我们最熟悉的《多拉A梦》 博物馆里面展示了很多藤子F不二熊的真迹 因为保护的原因 所以全城市不允许拍照和摄像的 只有个别的休息的区域才可以 在这里呢很多家长带着自己的小孩 来看看当年他们喜欢过的这些动漫的角色 硕大的机器猫的造型 在博物馆的各处都可以见到 就连扭蛋机也是巨大的《多拉A梦》 在博物馆里面除了长件事 当然还有买买买的环节 很多限量版的手办在这里都可以买到 还有造型各异的冰箱贴 不过呢和锅炖出来一定也少不了美食 在博物馆的顶层就有专门的餐厅 里面呢提供了很多精美的餐食啊 而且价钱也不算贵 无论是便当甜品还是咖啡 都少不了这些经典的动漫形象在里面 买了几个零食 这个是这个鸡毛菜吃的铜锅烧 不是软啊 红档馅的 还有这个有急 也比考试老不能及格 所以他这《多拉A梦》给他准备了记忆面包 把那个提写的本上直接一按 让他就可以记住了 吃下去之后所有的答案都在新招了 二三得几 二三得 二三得几 二三得六啊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你需要找到这样一个小的机器 这一个自助的机器 然后在这个自助的机器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点这个 上面有 嗯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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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